这一期话题呢 说一说丁岸宇航和张振林 在张振林与广东队的比赛 拿下自16分以后呢 相关的新闻的报道 是非常的火爆 其中呢有一条新闻下面 我看到这样一条评论 有球迷说呀 比丁岸宇航这个气点高多了 也有球迷在下面跟帖 就是回复了说 两人的特点不同呀 包括丁岸宇航的这个机会更多呀 战术球权更多呀 当然呢也有球迷提到说 丁岸宇航的一年级菜鸟 是17 不会有张振林打得这么好 这期话题呢 我们就综合四个方面 所以说张振林和丁岸宇航 首先说呢天赋 天赋呢 两岸人都有不错的身体素质 但是相比来说呢 张振林个头更高 这个弹跳能力 看上去也更好 所以说呢 他的空桌轰炸是来得非常炫目的 当然呢丁岸宇航也不错 但是呢身高上呢 丁岸宇航两米 而张振林呢两米零五 正在条件下呢 看上去张振林是要更出色一些 但是有一点 他们是不同的位置 这是说到第二个问题 丁岸宇航呢 从初到之初呢 最早是在商队打这个二号位 后来打了三号位 而张振林呢 因为刘宇航对这个内线确认呢 本赛季呢 是以四号位为主 有数据统计显示呢 超过90%的时间 都是在打四号位 把他放在三号位 这次呢就充分展示了 他在三号位 用于更强的活力 这是说明完了位置 再说说个人特点 丁岸宇航是一个 以赤球进攻为主的球员 而张振林呢 则并不 并不以赤球进攻为常 但是呢 当他获得机会的时候呢 他的出手把握是比较好的 相对来说呢 也就是说丁岸宇航的头狼稳定型 其实没有张振林好 但是呢 丁岸宇航的突破更激 毕竟呢 两人这个身高呀 个头呀 特点呢 还是有所区别 这就说完了特点 我们再说一说表现 丁岸宇航呢 在进入CBA的 这个一年级的时刻 表现就是还算是 比较比较让人惊喜的 当然呢 张振林是更加出色 但是呢 丁岸宇航是18岁进入CBA的 而张振林呢 是21岁 这个三年的差距呀 对英区院来说 是非常非常大的 丁岸宇航在这个 20岁的时候呢 在CBA已经长军 可以拿到17分 当然呢 在三五队 他拥有更多的球权 与张振林 还是有个区别 丁岸宇航呢 是201617赛季 24岁的时候 拿到了他的第一个MVP 最后的赛季呢 要实现了蝉联 张振林呢 目前已经22岁了 所以我觉得呢 未来两到三个赛季呢 张振林也很有希望 达到这个MVP的水准 未必一定能拿到MVP 但是我觉得 在辽宁队这样一个团队 他的进步 进不到一个准MVP水准 我觉得 还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其实呢 丁岸宇航的职业生涯代表作呢 也是大广的红源 201617赛季 上东南篮市 99比98 击败了广东队 这场比赛呢 丁岸宇航同样是活力全开 拿到了43分 三分球呢 11投7中 对面呢 就是周鹏 直接把周鹏市 打到了六番离场 但是如果论未来 我觉得 张振林 绝对有机会 超越丁岸宇航 而且有很大的机会 对丁岸宇航来说呢 恢复健康 重新回到菜场 我觉得 这是他最大的需求 我们也祝福丁岸宇航 同样呢 对张振林充满期待